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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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呢我们可能就是在系列方面我们会更测动一些 比如说店长他会有很多个环节 那我们会把这个系列做好 开始是店长的营运管理啊 店长的人力管理啊 店长的这个商品啊 和在整个结构中的这个环节中的 它的这个流程上的管理啊 那这个系列化做的还比较好 因为像美国这一块有比较多的大学里面会设置零售研究中心 那但是从国内来讲 对人力资源这一行业的培训 应该是说处于一个成长的一个阶段 您怎么看待这个未来的一个在人员培训上的一个发展的前景呢 从将来的前景来看呢 我觉得第三方的这种培训会还是会越来越多一些 第三方的我就外面专门培训机构 而且这种培训呢 可能这个两极化会更明显一些 比如高端的培训花30万50万去上一个什么专门的零售的EMBA啊 这一类的价格非常高了 这一类的现在像清华啊很多中欧啊 我们很多的会员都在上这些学 这一类的会可能越来越多 然后就是基础层面的 基础层面的现在的培训呢 零售企业这个基层人员的流失率非常大 30%到40% 企业的培训呢是成本上是非常不划算的 他花了很多时间培训 没多长时间这个人流失了 所以现在呢 从无论是企业还是从政府的角度 都觉得要加强公共的这种 继承人员的培训 比如收银员 比如说这个理会员 简单的这些人 那他们通过一个公共的机构 拿到培训证书之后 他可以到任何一个企业去上岗 去了他就可以马上可以上手 可以做的不错 而不需要零售企业还要实习三个月 培训一段时间再做 这个这样通过公共的培训机构来培训呢 整个社会的成本也是会降低很多 效率会提高 是不是可以理解说 零售行业这一块 它的利润率越来越薄 越来越薄呢 就是从政策的角度 从政策带来的成本的影响 但是成本呢 它还有很多方面呢 还有是经营管理 商品 其他的成本因素 总体上看呢 其实这几年 毛利水平是在略有提高的 对 毛利水平率也提高 因为管理水平在提高 经营能力规模在提高 采购的能力 采购的价格在降低 您了解有哪些拓展的合作模式 比如说是直营还是选择代理商 还是什么样的方式 现在呢 应该主要就是三种模式 一种是直营了 他自己去开店自己派人 第二种就是加盟 交易交易 交易定的费用 你使用我的品牌 我给你提供全国的这个管理的支持 第三种 这个我们叫志愿联所 比如像美国IGA 欧洲还有SPA 这两个全球的志愿联合组织 现在都在中国已经有很多成员 那他们可以不同的企业之间结成这个联盟关系 然后大家共用一个品牌 然后共同的来采购提高采购规模 进行这个业务探讨 基本上就是三种模式 您认为这个职营和加盟商 这两个应该是目前的一个占主导地位的一个 您能说说两个的有好处和不好的地方吗 先说加盟呢 它最大的好处 但是对加盟者 对于加盟商都是不一样的 对于加盟商来说 就是这个叫Franchise G 这个来说呢 那我可以比较短的时间内扩大我的规模 在这个花费比较少的这个财力的情况 因为所有的店都是加盟者开的 对啊分店都花的比较小的产力 然后呢也是扩大品牌的效应 其实主要是这几个方面吧 但是对于职营来说呢 这个成本投入呢就会比较大 所有店都是我自己要花钱 自己我要去管 这个成本投入很大 但是虽然我自己投入大呢 但是我管理也会有各种效力 因为我自己的店呢 我会告诉他做什么 他就要做什么 他会很管理非常直接 非常有效力 尤其是一线城市 他从加盟商的手里 收回了品牌的运营管理权 那您觉得这个趋势 是不是未来也会发展到二线三线城市呢 嗯 因为加盟呢整个在中国的这个市场的这个氛围还不是很成熟 真正成熟的一些企业都是非常慎重才有加盟的 麦当劳肯德基毕城克这些做加盟都是非常非常慎重 一两千个店里面也就只有几家是加盟 所以整个市场氛围呢还不是很成熟的 如果说一个企业他为了很快速的扩张快速的占领一些市场 他可以先用加盟的方式 但是呢这里面的问题会非常多 所以如果他一旦他成熟了 他有一定的产力 他还是要收回一些这个 这些改成指引啊或者一些一些做法 这个已经有很多的案例 所以二线县城市呢 嗯 是不是也会陆续收回呢 这可能还跟企业的发展阶段 成熟阶段啊 他可能就会考虑到把它收回来 因为执行力管理效率会要更高一些 包括上市我们很多上市企业 在上市前他都要把加盟链回复 嗯 很多企业是这样的一些 小肥羊啊 餐饮的小肥羊 他开始做了很多的加盟链 他会上市他要把这些回复过来 全力的也都是这样的情况 那呃像您这些会员企业多数都是以 一个全国的方式去拓张的 嗯 但是中国的消费市场 南方北方可能中部和东部 整个的消费习惯就会有不同 那您觉得他们在扩张过程中 遇到的哪些阻力呢 嗯 扩张的阻力 因为这个我觉得 嗯 其实主要这个还是来于自身 就自身的能力的问题 比如说我的投资的 我开一大卖场可能要5000万 我有没有这么多直接投入 第二呢 我人员能不能配得上 我们很多内置企业开大卖场 以前往往要快开业了 店长还没有 合适的店长还没有 所以要先从加勒沃尔马 先去挖一个人过 还有比如我们的供应链物流 以这些你去有没有达到应该有的水平 这个阻力可能更多的是自身的这个能力的限制 外界你没有什么阻力 你只要看中了这个地方 然后呢 手续也不会连住了 你按要求办 你刚才问了一个 就是说那个国家现在对这个选址 有新的法律 很快就出来 那现在目前是这个领受业可以自己选 对 对 那以后呢 是 以后呢 要 根据不同的面积 不同的区域 要市场 要开听论会 要听这个 整个 这个 经营对手啊 管理机构啊 消费者的意见 然后 还有一些硬性的规定 比如多少米范围内 你不能再开同样的店啊 嗯 所以可能不 不许终于在一个地方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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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